Hello,大家好,G Channel 今天有點忙,所以現在才有時間 評論一下俄羅斯兵變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俄羅斯僱傭兵組織瓦加勒集團 昨天掀起兵變 除了佔領俄羅斯南部城市頓河畔羅斯托夫之外 更揮軍一路北上莫斯科 勢好像直到普京那樣 但這場兵變今早一睡醒突然峰回路轉 180度轉變好像拆定了 雅格勒部隊連夜逐步撤離羅斯托夫 全副武裝包括彈黑車、裝甲車和士兵 全部返回駐紮地 而雅格勒的領袖普里哥津 將可以平安離開俄國轉往白俄羅斯 不知他去多久、幾日還是長住 而針對普里哥津的刑事訴訟 即是說他叛國可以判監20年 亦被撤銷 有評論認為事件已經結束 亦有評論認為 他們撤退時俄羅斯平民 對試圖發動政變的雅格勒士兵 歡呼代表民眾可能支持叛軍 就算沒有支持的程度 亦代表對叛軍有好感 無論怎樣對普京來說都是壞消息 但這些評論似乎比較表面一點、淺層一點 以及這次兵變由頭到尾到拆斷為止 都相當詭異 古古怪怪 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協議內容 但從表面來看 其實基本上是很怪的 光頭腦已經被列為恐怖組織 被西方國家和亦叛變了 普京今天不對付他 遲早剪滅他 所以接受盧卡申科的滑船去白俄羅斯 其實去白俄羅斯 他不怕俄羅斯派人容了他 正路看歷史的軍閥挖句 通常都是滑地為王 做一個地方的土皇帝 才能最大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所以這次光頭腦達成協議有點古怪怪 不知道他一時糊塗 還是另有盤算 或者有些劇情我們不知道 因為協議內說些什麼 我們外奸人從來無法得知 再說回普京 經過這件事之後 可以或多或少看到 普京面臨著嚴峻的權威和安全危機 尤其是對國內軍隊的控制能力 可能大幅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今次兵變 有些評論說 普京不費一兵一卒 擺平了這件事 其實不是的 其實普京今次變相等於 簽署了城下之盟 為什麼呢? 大家看看普利哥津發動兵變 迅雷不及掩耳毫無阻擋 佔據羅斯托夫的軍事總部 當地俄軍甚至讓出基地 給他們拍好坦克 幾乎叫保安教他們怎麼拍車 而瓦格洛的兵團一路揮軍 北上莫斯科的過程中 牢牢長通 沿途沒有政府軍跟他們火拼 阻他們北上 亦沒有戰鬥 過程中有兩三架飛機攻擊他們 一兩架被擊落之後就沒有拍了 有兩種可能 一是普京完全沒有下命令 叫他們攻擊瓦格勒 阻止他們上來 這個機會很小 另一種可能就是普京下了命令 叫政府軍阻止他們上來 攻擊他們 但政府軍繞了雙手 任由他們如取如愧 然後兵一路殺上莫斯科 外圍200公里 當然莫斯科也有些準備 裝甲車坦克 士兵都出來駐守報防 但正路普京在這個時間 危急關頭 應該吹雞 調兵遣將入莫斯科 不調20萬軍隊 都調10萬軍隊來保護莫斯科 但是似乎看不到有幫 究竟真的沒有兵可調 還是有兵調不動呢? 根據統計的數字 外媒報導 俄羅斯應該有100萬正規軍 打了普克蘭年紀 死傷應該有20萬 照計還有80萬軍隊 和25萬預備役 參考過往歷史 很多國家都發生過兵變 通常叛變的士兵 政府軍直接攻擊政府部門、軍營 肯定和政府軍搏火 政府軍肯定剿平他們 如果不是一開始叛軍 就打政府軍 通常政府都會要求叛軍 立即解除武裝、投降 還會要求他們不要集結 去不同地方軍營 交出武器、分散 讓他們沒有戰鬥力 如果不肯投降或狡嚇 政府軍肯定會開火 動手、剿平他們 走一次我們看香港的 古惑仔系列的影片 烏鴉帶著500條鷹 立了工具 上去公道理論 如果你是蔣先生 你會怎樣? 你肯定立即吹雞 按電話 抗5000條鷹上來 還要立了工具 就可以打烏鴉 還可以走 而且發生兵變當日 普京即時發表 全國電視講話 惡刑惡相 要嚴懲叛叛國行為 起訴江頭佬 判他坐二十年牢 誰知隔了一日後 峰迴路轉 甚麼都不用 撤回控罪 你說多搞笑 是不是真的有點爛底呢? 從雅格勒兵團 一路揮軍北上 沒有受到阻止 到普京沒有高調宣布 派重兵進駐莫斯坊 和最後取消追究江頭佬刑事責任 放兩萬多士兵 全副武裝 重回軍營駐責任 普京不是特別仁慈 可能側面顯示 他對俄國軍隊的掌控能力減弱了 因為放眼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中央政府 都不可能容許有一隊武裝力量 還是非常強大的武裝力量在自己的角度存在 而且是叛變的 不受自己掌控 而不剿滅他 不立令他投降解除武裝 所以今次兵變除了好詭異之外 事件相信不是結束 可能只是剛剛開始 好戲在後頭 我們觀察普京是否失勢 是否仍然牢牢掌握權力 未來幾天要留心一點 看看他是否再出席 公開場合 有沒有露面 如果沒有露面 就糟糕了 是否被人老了 要換人 有一件事一定要留意 之前說過 他對軍隊的掌控力 是否大幅下降 未來有一兩個星期 我們就要觀察 正路來講發生完兵變 普京應該爭取軍方支持 各大軍區司令和政府部門首長 應該出來表態支持他 他應該要照齊所有軍區司令 一起開會 每個表態支持他 還要拍張大合照 這是必須的 如果未來一兩個星期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那就真的有點老危 顯示軍方將領 未必百分百支持他 或者想換人做都不一定 所以我們要密切留意 未來一個星期 事態的發展 至於俄烏戰爭 可以說基本是結束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俄羅斯內部嚴重不穩 將領有自己的看法 前線人員軍心一定不穩 大哥 我繼續打下去 不知為甚麼之餘 還有 今個月尾有沒有糧出都未知 所以大家發不發覺 在這兩日兵變48小時的過程中 前線俄烏戰爭幾乎停下來 沒有新聞 應該大家都不打 你看到烏克蘭指揮官吃爆谷 看IPAD 看這次兵變吃花生幾個人 實際上俄羅斯打這場仗 目標模糊 簡單說不知為甚麼 前線將領士兵出現厭戰情緒 一點也不奇怪 加上內部政局不穩 普京對內部掌控不穩的時候 一定是先安內後安內 前線的士兵無心戀戰 而普京顧著保住自己的屋友 不是保住自己的權位 所以大家都沒甚麼心機打下去 這場仗基本上不用怎麼打 看看現在是怎樣計算 可以全身而退 找到落臺街 而不打這場仗 撤軍之後 普京九成九會撤換大批將領 因為怕有人動他 以及這裡的將領當中有些人 應該不太聽指揮 當然前提是撤軍之後 或者不打之後 普京仍然在位 所以好戲剛剛開始 好戲在後台 大家記得繼續看下去 多謝大家聽我說這麼久發瘋 好這集就看到這集 現在大家想支持我素片 美哲圖而為馬 支持我們下集見